健行科大籃球隊剛在三月底拿下UBA的冠軍 享受勝利的甜莓果實之餘 他們也規劃了放鬆休息的出遊行程 慰勞辛苦的教練跟球員 我們可能5月17號球隊可能是會先去放鬆一下 去慰勞他們就是帶他們做這個盛世公主號 先到沃尼納瓦去走一趟 期待喔 因為第一次跟球隊是出去玩 不用戴球鞋的 不會不會 他已經答應我們說不會戴球鞋 我們不會戴 經過了辛苦的球技適當的休息很重要 不過健行科大也沒有鬆懈 像他們也跟中國大陸NBL的海南金星海象俱樂部 在平鎮國民運動中心進行了一場友誼賽 以球會友的同時也是接觸不同球風的好機會 台灣現在這個特點就是速度比較快一些 投籃比較準一些 加強一下我們個人的防守能力的提高 因為他們還是職業球隊所以他身體的碰撞呢 跟一些卡位的弱勢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次交流 健行科大可以跟他們學習的地方 除了這次跟中國大陸的職業球隊交手 健行科大在接下來也會參加佛光杯 國際大學籃球邀請賽 並計畫前往澳洲進行一地訓練 透過比賽跟不同的籃球文化的刺激 期待讓球員們的技術跟見識都能更上層樓 國際體育新聞梁維藝 李宥謙 採訪報導 整個 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